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世的史学家在说到西汉灭亡原因的时候 却把这个罪责夹在了一个女人的头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背负了骂名的女人 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 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做客摆家讲台 为您讲述江鹏品读资质通鉴第二部 第十四集 王汉老妇人 公元九年 王莽称帝 取代了汉室的流姓皇帝 宣告了持续了两百多年的西汉王朝 就这样结束了 历史就进入由王莽所创立的新朝时代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皇帝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凭据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皇帝 你发号施令 你凭什么呢 别人凭什么相信 这是你皇帝发布的命令呢 所以皇帝都得有玉玺 就像咱们现在很多单位 你得有一个公章 一个道理 那么王莽称帝之前 为了得到这个玉玺花了很多功夫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遭到了来自于西汉皇室的一些抵抗 那么当时这个玉玺在谁手里呢 当时这个玉玺在西汉皇室的太皇太后王正军的手里 西汉最后一任皇帝 正式的皇帝 汉平帝 他去世的时候才十四岁 传说是被这个王莽给害死的 那么十四岁的小孩去世之后 当然没有留下子嗣了 太皇太后王正军呢 就召集王莽啊 还有其他的一般大臣来商量 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看皇帝十四岁就死了 没有子嗣 王莽呢 就建议立一个两岁的婴儿 为皇太子 所以咱们历史上啊 称之为卢子婴 等到这个婴儿 年长了以后 再让他正式来继位 那么在这个婴儿成长起来之前 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政治怎么办呢 这个政治啊 这个政务啊 交由王莽来主持 由他来组织朝政 而且是以假皇帝的身份来设政 那么在这个期间 当然为了确保汉朝皇室的权威性 王莽也为了表示自己没有二心 只不过是主持朝政而已 所以这个玉玺啊 就交给太皇太后来管理 所以这个玉玺在后来呢 就一直收藏在王正军这儿 但是他没有想到 王莽做了两年的假皇帝之后 觉得不过瘾 所以过了两年他想做真皇帝了 这下坏事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王莽造了很多事 收买了很多人 当时制造的这个现象啊 似乎让人觉得 无论从天意的角度来看 还是从民意的角度来看 都应该由这个王莽来做真皇帝 王莽做了这么一个比较大的局 但是呢 这个时候王莽还缺一样东西 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玉玺 玉玺在王正军手里 于是啊 王莽就派了他一个堂兄弟 名字叫王顺 跑到王正军大尔区 又管他要这个玉玺 当王顺把王莽想做真皇帝 这个消息告诉王正军的时候 王正军大吃一惊 没有料到事态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做假皇帝 做得不过瘾了 要做真皇帝了 当然他不肯将这个玉玺交出来 而且趁机将王莽兄弟痛骂了一顿 王正军说 说王是一门贵圣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汉家皇帝的恩典 你到这个时候 不知恩图报 反而还要趁人孤落来篡夺这个皇位 像你们这样的忘恩负义之辈 猪狗不食其余 王正军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 这个贱恶到 连猪和狗都不屑于来吃你们 最后 王正军他说 表了一个态 他说 我汉家老寡妇 淡怒且死 欲以慈禧聚葬 终不可得 王正军自称为汉家老寡妇 当时的王正军 已经是八十高龄了 而且从被缝上讲 你看 他是汉元帝的皇后 汉臣帝他妈 和汉平帝比 他都已经是曾祖母一辈的人了 到卢子英的时候 他比曾祖母还高一辈 所以这个资历是相当的老 被缝也是相当的高 所以他自称为汉家老寡妇 王正军说自己这把年纪了 也不图什么了 马上就要死了 所以这个玉玺 他打算跟自己一起葬了 不可能给你们 别想得到他 这番话讲得很硬气 骂得也很爽快 但是王顺最后对他说 他说你看王莽现在这个势力 是你能够拦得住的吗 这个玉玺是你想藏就藏得住的吗 这个现实的情况你要面对 王正军在痛骂泄愤之后 冷静想一想 也知道光凭这样的情绪 以现在王莽这个势力 你要保住这个玉玺 不让王莽拿走 其实也是做不到的 于是呢 一怒之下 就把这个玉玺给扔出来了 给投资出来 就置在这个王顺的面前 拿去吧 这个非常生气的一个态度 最后交出来这个态度 王顺就这么把这个玉玺给带走了 去交给王莽 据后来的人说 王正军这一次投资 把这个玉玺给投下来的时候 这个玉玺还摔碎了一个脚 所以后来的帝王 用这个黄金 把这个碎了的脚给补上去 所以咱们这个民间的小说 戏曲舞台上的这些故事里面 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 叫金香玉玺 金香玉玺 金香玉玺就是这么来的 碎了一个脚 用黄金给他补上去 那么从这个故事里 咱们可以看到 王正军对于往往篡位的一种反抗 虽然这种反抗到最后 他仍然是苍白而无效的 但是他至少表明了 王正军忠于汉朝皇室这么一个立场 然而在后来的很多史学家当中 评价到王正军的时候 不仅没有好评 而且还有很多非常非常激烈的批评 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时候 有一个大学者叫王富之 很有名 他有一个作品叫《独通见润》 在这个《独通见润》里面 王富之就批评王正军 他说 王西汉者元后之罪通于天意 元后指的就是王正军 因为他是汉元帝的皇后 王富之说 在西汉灭亡这件事情上 王正军有通天大罪 我们知道西汉最终是灭亡在王莽的手里 可很多史学家却把导致汉朝灭亡的罪名 安在了王正军的头上 那么史学家们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王莽和王正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王莽窜汉的过程中 王正军到底起了哪些作用呢 其实大家了解这段历史的话 你很容易知道这个问题 王莽他就是王正军的侄子 王室的势力之所以能够做大 王莽能够壮大自己的权势 以至于最后权势大道可以篡夺汉朝的皇位 这一切在王富之看来 都是因为王正军给了他机会 首先王氏家族的壮大就是靠着王正军 王莽势力的庞大也是王正军给的机会 虽然王正军在最后表达了自己忠于汉式的这样一个立场 但是王莽势力庞大到能够取汉家的玉玺 如同探囊取物 这个事情王正军当任其咎 汉代的政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外戚共同参与政治 并且成为政治舞台上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这个特征在汉武帝时代以后变得更加的明显 在汉藤帝继位以后 那么王正军他就是皇太后了 是现在这个皇帝的妈妈 王正军他有八个兄弟 这八个兄弟当中 其中有两个和他是同父同母的 另外六个是同父异母 八个兄弟当中 除了老二死得比较早以外 其他七个兄弟当王正军成为皇太后以后 就都成为当时政坛上面 炙手可乐的人物 汉成帝为了满足他母亲的愿望 也是延续汉朝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 由外戚辅证的传统 所以最初就是封他母亲 两个同父同母的兄弟 这两个是八个人当中的老大和老四 老大叫王凤 老四叫王从 先是封这两个人为侯 几年之后 这个四舅王从去世了 太后当然非常伤心了 少了一个兄弟 汉成帝为了安抚母亲 为了抚慰母亲 所以转过年来 就把另外还在世的 他母亲的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 统统一日之间都封为侯 所以士成为五侯 但是王氏兄弟都被封侯了 这个并没有让王正军感到满足 因为王正军他除了同父同母的 同父异母的兄弟之外 他还有同母异父的兄弟 因为他的母亲早年曾经被他的父亲给休掉 然后另外家人又生过孩子 所以他还有同母异父的兄弟 所以王正军觉得 你看同父同母的兄弟都封了侯了 同父异母的兄弟也封了侯了 那么也别差这些同母异父的兄弟了 干脆一起封了侯了吧 用咱们一个俗语说 这真叫做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对吧 这个汉成帝也有点意思 平时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听妈妈的听舅舅的 但是这回总算硬气了一回 说这个没道理 说你同父同母的封了 同父异母的封了 你连这个同母异父的也要封 这个不行 没这个道理 所以最后没封城 那么按照这个传统 汉朝中后期这个政治传统 王正军的这个娘家兄弟 不仅有机会封侯 还有机会成为首席执政大臣 首先执政的 那当然是大舅舅 是汉成帝的大舅舅 老大王凤 王凤执政期间 朝廷上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全都有王凤说了算 曾经有人向汉成帝 推荐过一位青年才俊 这个青年才俊 名字叫刘兴 在两汉之际是非常有名的 然后汉成帝召见了一次这个刘兴 一次对谈以后 觉得这个刘兴的确很有才华 非常不错 这个小年轻 再加上刘兴你看他也姓刘 其实他是汉朝皇室的宗亲 也是他们老刘家的人 出于这两个理由 汉成帝就想封刘兴为中藏使 但是这个时候汉成帝左右的人就跟他说 你先别着急疯 这个事情还没跟你舅舅商量过 这个大将军 当时他的舅舅王凤是大将军 说你得先和大将军商量一下 万一要是大将军不同意 汉成帝觉得这么小的事情不必 也要跟舅舅说 我作为皇帝这么小的事情难道做不了组吗 不用跟舅舅说了 左右一看汉成帝这个态度赶紧跪下给他叩头 跟他请求拼命的叩头顾针 说别千万不敢自作主张 还是跟你舅舅商量商量再说吧 汉成帝说那行 你们都别这个样子了 我跟舅舅商量还不得了吗 跟舅舅一商量 舅舅还真不同意 说不行不能疯 然后汉成帝也没办法 只能作罢 所以从这个事情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两个问题 一个 王凤 作为舅家的人 作为他汉成帝母亲娘家的人 把持朝政 把持的太过 甚至于事无巨细 都要由他来决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也可以看到汉成帝这个人的性格是比较幽柔的 所以你看这么小的事情 自己觉得可以做的事情 最后因为舅舅不同意 他还是做不下去 这其实还是件小事 王家门里面还有更大的事 当时有一些比较政治的官员 对于王凤这样把持朝政 看不下去 其中有一位官员 就上奏 上奏章弹劾这个王凤 这个奏章送到 直接送到汉成帝这里 汉成帝也是被他舅舅压抑得太深了 压抑得太久了 所以对他这个舅舅也的确有点看法 所以这个奏章送到他手里的时候 他就非常欣赏敢于说实话的官员 也暗暗下决心 要对舅舅进行一些处理 要削弱一些他的权力 谁知道 这个刑事不命 消息没有保密好 在汉成帝下手之前 消息先走漏到王凤那了 王凤知道之后怎么办 以退为进 王凤故作哀怜 打了一封辞职报告 古人所谓起海谷 说我年纪也大了 对这个国家也没什么贡献 算了我就先自己 先隐退吧 别老让人闲 结果这个事情让皇太后知道了 让汉成帝的妈给知道了 这个皇太后知道这件事情 以后什么表现呢 太后闻之 围垂涕不遇时 王正军觉得 你小子觉得他这个儿子 你现在翅膀硬了 是吧 早年不就是靠着你舅舅 把你扶植起来吗 然后朝廷上有人有这么个谐言碎语 你就打算给你 像给你自己亲舅舅 下这样的手 所以用绝食来表示抗议 汉成帝之前有很多事情上面不敢和舅舅 或者说不愿意和舅舅叫板抬杠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不想让他的妈妈伤心 所以你看现在老妈又出马了 这个事情怎么办 没办法 汉成帝只得再退缩 不仅这个王凤的权力 在这次风波当中没有得到削弱 反而写弹劾奏章的 敢于直言批评这个王凤的这个官员 最后死在这个监狱里面了 而且这个官员的妻子也受到牵连 被发配到边疆 这个结局使得朝野震动 所有的官员都对王氏兄弟侧目相识 都觉得你看来这个王家的坏话 是丁点都说不得 从此以后谁也不敢得罪王氏家族的人 所以大家看 这么长时间里面 正出私门 所有的朝廷的权力都集中在王氏家族里面 这不正是给后来王莽篡位 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吗 大家再看这些王氏兄弟 因为有太后撑腰 所以这个骄纵不法 从来没有什么忌惮 史书上 撑这些汉成帝的舅舅们 武侯群帝争为奢侈 鹿夷珍宝四面而至 汉成帝的这些舅舅们 各个生活都非常奢侈 而且非常离谱 把房子都造得很大 生活浮华 其中咱们举几个例子 其中汉成帝有一个舅舅 有一次身体不太好 居然开口向汉成帝借宫里面的宫殿 想避避鼠 然后又为了让自己家里 这个园子里面 这个水池 它有活的水源 居然凿穿了长安城的城墙 把城外的河水 引到他府里面来 注入到这个水池当中 然后在这个水池上面行船歌舞 大家首先可以想象一下 它这个园子有多大 这个池子上都可以行船歌舞 更关键的是什么 更关键的是首都的城墙 你说着洞就着一个洞 没有王法 你看这个奢侈 渐阅到何种程度 另外一位舅舅更厉害 干脆就把家里这个楼台停格 按照宫里面 宫殿这个规格造了算了 汉成帝的舅舅们 后来有一次 汉成帝微服出访 到了几个舅舅家里 发现这几个舅舅的豪宅 大吃一惊 模仿宫殿的样子 造自己的这个楼台停格 而且还穿坏这个城墙 穿坏首都的城墙 把这个城外的水能够引进来 这个浪汉成帝大吃一惊 你们居然可以这样干 所以回宫以后 就决定要惩罚这几个舅舅 于是这兄弟几个呢 这几个舅舅们 打算怎么办 打算得自我营救 你应该有一个办法 保护自己 所以这几兄弟 与自秦义谢太后 打算自己秦面一鼻 去向太后谢罪 怎么个认罪法呢 自己秦面 就中国古代犯人 在脸上赤字 然后用这个深色的染料 把它揽上去 让人一看 这就是一个罪犯 这叫秦面 一鼻 自己把自己鼻子割了 这在古代也是一种 惩罚犯人的一种刑法 汉成帝的这几个舅舅 是相当狡猾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汉成帝是不敢违逆 母亲的意愿的 所以装作要自我认罪 但是又要吵闹到太后面前去 太后肯定不会让他们这么干 作为汉成帝来说 为了不让母亲伤心 所以肯定也会事先制止他们 去向太后认罪 去闹到太后那儿去 当然为了避免让这个事情闹大 避免让太后最后知道这个事情 并且伤心汉成帝肯定也会因为这个事情 终止对他们的惩罚 所以他们其实是摸走了汉成帝的这个形态 才会这么说 这么打算 最终汉成帝的确是又上了这个当了 最后停止了对这几个舅舅的惩罚 于是这个王氏家族继续的这样交涉淫逸着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王氏兄弟当中除了这个早死的老二 没有封侯以外 其他七个兄弟全都封了侯了 但是这个老二家的媳妇 看样子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人 心机相当了得 因为丈夫死了 家里没有需要让他亲自来照顾的人 所以他就跑到皇太后的宫里面去 侍奉皇太后去了 也就是去侍奉王正军了 王正军每天对着这个寡嫂 当然也就会想起他这个早王的二哥 再想一想 现在其他的兄弟都富贵了 都封了侯了 那几家侄子都是有依靠了 唯独你看老二家的 什么好处都没落到啊 二哥死得早没封侯啊 因此被感伤气 总是在汉成帝面前唠唠叨叨唠叨 希望给这个老二家的遗孤啊 也留下一点什么 最后这个汉成帝经不住他母亲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唠叨 所以啊 被迫下令 追封王家的老二为新都哀哄 王家的老二名字叫王曼 其实这个王曼啊 正是王莽的父亲 因为王曼已经不在世了 追封为新都哀哄 那么新都侯这个侯爵最后 当然就是由王莽来继承了 王莽和他这个几个叔叔不同啊 几个叔叔交涉引译 王莽啊 是非常会做表面功夫的人 装作非常简朴 平时这个衣着啊 非常简单 然后呢 对一些有学问 有名望的人啊 非常尊重 因此赢得了一些名誉 平时呢 也乐于帮助别人 所以啊 王莽逐渐逐渐能够走向执政这个位置 首先第一个 是他自己啊 善于矫情自事 招揽名誉 第二也和王正军的扶持分不开 因此就有人批评啊 不正是你王正军给了王氏家族机会吗 也不正是你王正军给了王莽机会吗 王正军为了维护提高整个王氏家族的地位 不遗余力的提拔自己的娘家人 他的这些行为 让朝廷的决策权变成了王家的私门权利 王莽也就此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谁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个王莽竟然导致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就整个家族而言 因为王正军的关系 王氏子弟皆清大夫 世宗诸朝 封聚士官满朝廷 不仅仅是 辅政大臣全都出在他的这个王正军的兄弟身上 而且啊 王氏家族的子弟 把朝廷上各个要害部门全都占齐了 这个势力可想而知是相当相当庞大的 在当时的这个政坛上面 来分享这个蛋糕的 不仅仅是王氏子弟 还有外姓 为什么还有外姓呢 王正军他除了兄弟之外 还有姐妹啊 对吧 所以他有一个姐姐啊 嫁给存语家 生了个儿子 叫存语长 那这个存语长啊 等于说就是王正军的外甥了 管王正军叫姨妈啊 叫姨母 这个存语长在皇太后啊 在王正军和汉城帝面前都非常得从 被封为定领侯 加上这些啊 把存语长啊 这一类的全都加上 因为和太后王正军有亲戚关系 而被封侯的一共是十个人 多达十个人 事实上啊 在这个王莽成为辅政大臣之前 曾经出现过一个竞争对手 这个竞争对手 就是这个存语长 在这个王凤啊 病重期间 最后生病的那个阶段 存语长这个人非常乖巧 左右服侍 端汤送药 搞得王凤非常感动 所以临终之前啊 向皇太后王正军以及汉城帝啊 推荐这个外甥啊 所以这个外甥很不错啊 你们以后要好好照顾他 于是存语长 以这个皇太后外甥的身份 不仅被封了侯 而且还晋升九卿之列 西汉的大臣三公九卿 三公之下就是九卿 对吧 至少相当于咱们今天的正部级干部吧 此后存语长这个人啊 一路钻营 无非靠的是什么 讨好太后啊 讨好汉城帝啊 以及另外几个辅政的舅舅 没什么本事 所以后来大家看班固在编汉书的时候 把存语长是列入宁信传的 被史学家列入宁信传的人 一般来说啊 都是舆论 不太看好 被士大夫所看不起的人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 后来居然差一点就做了辅政大臣了 怎么回事呢 大家看王室兄弟当中最后一个执政的 是兄弟当中的老七王庚 那么这一圈转下来以后 王室兄弟当中能够做辅政大臣的 全都基本上做变了 如果你继续想把这个辅政大臣的位置 留在王室门里面 势必就要找下一代的了 要把这个传到下一代下面去了 在王庚并重的时候 作为王室的外甥 存语长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九卿之一了 官位不低 然后又非常得太后和皇帝的宠信 所以外朝的一些士大夫 当时的舆论就纷纷猜测 王庚去世以后 可能接下来接替这个执政的 就是这个存语长 那真要是这个存语长的话 王莽当然不干 他经营这么多年想干什么呢 无非也是想得到执政这个位置 所以王莽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进行挑拨离间 怎么个挑拨法呢 在王庚并重期间 王莽就跑到这个王庚面前 跟他说 叔叔叔叔啊 存语长这个人太坏了 怎么个坏法 因为你看他惦记着这个执政的位置很久了 所以一听说你生病了 而且病得很厉害啊 这小子居然很高兴 就盼着你早点死 你早点死了以后 这个执政位置就是他的了 王莽用这种方法进行挑拨 那王庚听了当然非常不舒服 很不高兴 王莽一看啊 这个叔叔这个神情不高兴 就赶紧这个话往下讲 有戏 顺着这个事就揭发了存语长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 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说这个存语长啊 跟后宫游览 怎么回事啊 原先啊 汉成帝有一个皇后姓许 许皇后 在赵飞燕的打击下面被废了 这个许皇后被废了以后啊 有点不太甘心 然后他看存语长有本事说 皇太后同意立这个赵飞燕 为皇后 觉得存语长这个人啊 有点口才有点本事 所以也想通过存语长走他的路子 去说 皇太后也去游说 通过他游说汉成帝 希望啊 以结语的身份啊 宁可降低一点 以结语的身份回到汉成帝身边 于是给了存语长很多钱 想他 想让他去游说 那么当然存语长 知道这个事情 哪那么容易啊 赵飞燕起是省油的灯 对不对 但是贪恋 许氏所给的这些财物 存语长啊 表面上还是答应了 然后呢 就仗着这个许氏 他想通过他 办成这个事情吗 所以啊 经常啊 给许氏写信 在这个信里面啊 就用吟词谚语来调戏这个许氏 这个把柄 被王莽给抓住了 许氏虽然是废后 但是你作为一个臣子 公然的写信去调戏皇帝的这个女人 当然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一旦被王莽抓住把柄以后 存语长就坏了 而且呢 因为之前啊 王莽是拿着这些事情到王庚面前去挑拨的 王庚就支持王莽 到汉成帝和皇太后面前去告发存语长这个事情 在王庚的支持下面 王莽啊 就把这些事情讲给太后听 然后呢 又讲给这个汉成帝听 于是这个存语长啊 在王莽这个大击下面 一落千丈 从此就失去了和王莽竞争执政大臣的 这样一个一种资格 汉成帝去世以后没留下儿子 所以呢 是由他的侄子汉埃帝来继承这个皇位 等到汉埃帝去世以后啊 又没有儿子 当时的太皇太后王正军啊 马上就跑到了汉埃帝原来居住的这个宫殿里面 干什么 收缴了皇帝的应息 生怕这个皇帝的应息流出去 换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干什么 第二件事情就是立马宣召王莽进攻 跟王莽商量 后事 从这个里面就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种权力交替的关键时刻 王正军首先想到的是谁 首先想到的是娘家人 仍然体现出一种政权为私 天下为私的一种表现 在王正军和王莽的商议下面 最后决定立九岁的这个汉平帝啊 继位 王正军以太后的身份临朝 具体的朝廷上的事情呢 交给王莽来处决 王莽能够一步步走上执政大臣的位置 恰恰是王正军一手栽培的 可以说一个女人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 也改变了一个王朝的命运 那么王正军究竟是如何走到太皇太后这个位置的呢 我们从西汉灭亡的教群中又能领悟些什么呢 所以这个汉书的重要作者之一 班彪啊 就曾经这样评论过这个王正军 班彪说 自古以来这个王公啊 指的就是这个统治者 失去名位 不能维持他的统治 有很多的都是因为女宠 这个话呢 当然是有道理的 历史上是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但是班彪用这个话来批评王正军 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王正军虽然是汉原帝的皇后 但是王正军啊 谈不上是女宠 因为他根本没有受过汉原帝的这个宠爱 汉原帝在做太子的时候 早年做太子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 这个对象姓司马 这个太子的这个妾啊 在汉代的时候被称为梁帝 这个司马梁帝 是汉原帝在做太子的时候最喜欢的女人 后来莫名其妙的死了 汉原帝很伤心 然后汉原帝的母亲呢 怕他伤心过度 总想着啊 另外再找几个女孩子啊 去填补他这个感情空白 有一次呢 当时还是太子的这个汉原帝啊 就去看他的这个母亲 看望他母亲 他母亲就找了五个年轻的女孩子 让他们悄悄地接近汉原帝 坐到汉原帝的身边去 看看有没有其中啊 哪一个能够引起汉原帝注目的 其实呢 汉原帝对他们完全没兴趣 但是啊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汉原帝就顺口回到了一句 还行吧 其中有一个还凑合吧 那关键是 哪个还凑合呢 手下的人也不好细吻 凑巧 当时这五个女孩子里面 王正军是坐得离汉原帝最近的 而且啊 这个衣服穿的是最出挑的 于是呢 后来就把王正军啊 送到太子宫去了 对于汉原帝来说呢 他反正谁都不喜欢 对谁都不感冒 谁来都一样 于是呢 也就接受了 等于说王正军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面成为汉原帝的女人的 据说王正军这个人啊 性格是比较温婉的 而且很懂辅导 但是为人啊 应该不算太灵巧 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呢 王正军这样的女孩子啊 年轻时候的这个王正军啊 是适合做老婆的 不适合用来谈恋爱的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女孩子 但是 有一件非常巧的事情改变了王正军的命运 也改变了汉朝历史的命运 什么事情呢 汉原帝之前灵性过很多后宫女子啊 都没有怀上运 结果这个王正军本是太大了 被汉原帝灵性了一次马上就怀上了 而且给汉原帝生下这个儿子 那就是长子嘛 对吧 就是后来的汉臣第六奥 后来呢 就因为这个原因 王正军被汉原帝立为皇后 但是 王正军这个人啊 应该长得也不是很漂亮 尽管他为汉原帝生下长子 自己成为皇后 但是从此以后 自谈那次以后啊 汉原帝也很少和王正军啊 行房事 很少跟他圆房 王正军甚至很少见到这个汉原帝 说明其实王正军长得不漂亮 没有引起这个汉原帝过多的关注和喜欢 但是 就是凭借着 他给汉原帝剩下了这个长子 后来王正军在后宫当中的地位屹立六十多年不倒 由于王正军的存在 你看汉原帝的时候 她是皇后 当然发挥不了作用了 汉原帝死了 汉成帝的时代 她是皇太后 汉成帝死了 她还在 汉埃帝的时候 她还是皇太后 甚至是太皇太后 汉埃帝死了 她还在 汉埃帝死了以后来一个汉平帝 等到汉平帝死的时候 她还在 熬死了几任皇帝 你看看 熬死了汉原帝 汉成帝 汉埃帝 汉平帝 熬死了四人皇帝 她还在六十多年 就她一个老太太了 也由于她的关系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 整个王氏家族的男性 前后跌涨政权 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整个西汉后期的历史走向 发生了一个变化 也为王莽的篡位奠定了一个基础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王莽也非常花心思 非常刻意的想去讨好王正军 有一次王正军偶然的说起这么一段话 讲了这番话 他说六十余年前 汉原帝 他的丈夫还是太子的时候 我曾经去朝见过太子 在这个丙殿 这个殿阁里面 觐见过一次 也正是那一次觐见 王正军被这个汉原帝临姓 然后怀上了这个汉成帝 从此以后奠定了 王正军六十余年 在后宫不倒的这样一个地位 那么这当然 是王正军一辈子引以为荣的一件事情 对吧 但是呢 又由于他不太受太子的宠爱 所以他这一辈子当中啊 也就这么一次到过太子宫 见过太子 等到汉原帝成为这个皇帝以后 他做了皇后以后 也不怎么受到汉原帝的这个宠爱 所以啊 他这个回忆起这么五六十年前的这个事情 大家想想啊 王正军讲这番话 在他的内心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那大家想一想 你看一个女人啊 在他最好的年龄的时候啊 把自己的这个最美好的 最珍贵的这个记忆 留给了一个男人 但是那个男人呢 始终不拿他当一回事情 汉原帝始终没有拿他当回事情 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所以 王正军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除了引以为荣之外 还隐藏了一层说不出的怨妇心态 对吧 大家仔细想一想 应该是有这样一种心态的 但是呢 这个事情啊 毕竟过去几十年了 五六十年都过去了 当爱和恨都退朝的时候 当老年王正军 八十岁时候的这个王正军 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那这件事情就成为他怀旧的一个重要素材 所以王莽呢 非常敏锐的把握住了王正军的这个心态 马上安排王正军故地重游 再去看看当年的这个太子宫 果然 这次故地重游 让王正军心情大好啊 觉得这个侄子太会办事情了 太了解我的心思了 于是一步一步的 就把这个朝廷大师的处决权啊 交给了这个王莽 对于王正军最后的这个表现啊 就是王莽想篡位之前 来抢夺这个玉玺的这个表现 班彪也有一番评论 班彪他说 卫号已遗于天下 而元后眷眷由我一席 不欲已受莽 妇人之人背负 整个天下实权都已经掌握在他手里了 你还护住这个玺 这么大的西瓜都丢了 你还去捡这个芝麻 所以啊 这个班彪批评这个 王正军啊 最后啊 富人之人啊 之前呢 也没有这个长远的见识 以至于王家 最后这个王莽 一步一步的能够 会骑到这个刘家的头上来 所以这样的一种历史教训啊 外戚干预政治 最后导致政权的私有化 因为外戚本身就是靠私人关系 和皇帝阶层的这个政治同盟嘛 对吧 这是一种裙带关系 很容易让这个政权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变成一种私有的权利 这样的一种教训 在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这个士大夫这里啊 是非常有借鉴经验的 所以宋代的士大夫非常强调 外戚不能干预政治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有很深刻的经验教训 那么在这些人当中 司马光当然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所以啊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里面 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 外戚干颈一定坏事情 因为外戚干颈就意味着 公共权利的私有化 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光 在整部资质通鉴当中 在讲到汉代晚期政治历史的时候 反复强调外戚干颈的迫害 这个原因 那么今天这一讲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散工夫